四人不理孟昊 孟昊也没看向他们 继续向前走去 直至走到了这四人同一条地线上后 孟昊脚步一顿 凝望眼前一步之外 这四人盘膝坐在这里 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原因是孟昊 孟昊心知肚明 连道主都不敢走出这一步 孟昊若有所思 他记得之前这几人曾说第三劫 如此判断 孟昊也大概知晓了 自己没走出三年 所遇到的界限 就是这些人所说的劫了 第一劫是十倍 第二劫二十倍 第三劫是五十倍 那么眼前这第四劫 莫非是百倍不成 孟昊沉吟时不远处四人里 之前开口问询孟昊的那位 道主此刻睁开眼 这第四劫是百倍 这第四劫是百倍威亚 小有最好慎重一些 虽然不知晓你之前如何走来 不过此地没有四元修为 踏入九死一生 孟昊沉吟文言转身 向着那开口提醒自己的道主一拜 回身时 他深吸口气 暗自判断后 他双眼一闪 在那四位道主的吃惊中 他们看到孟昊这里 向着前方走出了一步 他在找死 四人一愣 脑海中浮现出这句话的同时 他们看到孟昊在脚步落下后 身体轰的一声 肉眼可见的 他的双腿直接崩溃 他的半身碎灭 双臂成为了血雾 身躯在这眨眼间 直接就被那百倍的威压刹那抹去 在那血雾中 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此刻同样也在碎裂中 只是除了头颅外 血雾内赫然存在了 一百零八盏魂灯 此刻有三盏燃烧 其余虽然熄灭 但却整体的散发出奇异的光 而孟昊这里 仅剩下的头颅 发出无声的嘀吼 清津鼓起时 他体内的所有魂灯 全部震动 那三盏点燃的魂灯 瞬间熄灭一盏 一盏熄灭后 孟昊散开的血雾如同时光逆转 刹那重新凝聚 形成了孟昊的身躯 这身躯依旧残破 可却让孟昊 缓过一口气 鲜血喷出时 身体直接倒在了地上 在那百倍微压下 他身体颤抖 挣扎的盘膝时 闭上了眼 运转体内魂灯 熄灭后的生机与修为的爆发 全力坚持于抵抗 不可能 外面的那四位道主 全部站起了身 神色哪露出震撼 与无法置信 四人呼吸急促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他 他居然扛住了 这是唯有寺院 才可以踏入的第四节呀 就算是我们 都不敢走出这一步 我清晰的记得 三十年前 第七宗的烟火道主 他在走出时 瞬间形神俱灭 四人脑海嗡嗡 呆呆地看着孟昊这里 全部倒吸口气 诸位 方才 我们看到的此人的体内 一百零八盏浑灯 那是不是错觉呀 扮上之后 其中一人忽然喃喃低语 他话语一出 其他三人再次倒吸口气 他们之前 注意力都在孟昊成功 走出这一步上 忽略了孟昊的浑灯 此刻想起 一个个面面相去 都看出了 彼此神色内的骇然 宗门内 什么时候出了 这么一个妖孽 我注意到 他的浑灯 只剩下两盏 还在点燃 如果 如果 那最后的两盏 也都熄灭的话 此子 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搬上后 四人深吸口气 目中更为震撼 数日后 在这四人的复杂目光中 孟昊 缓缓睁开了眼 他深吸口气 艰难的 从盘膝中 站了起来 呼吸急促 这起身的动作 让他觉得 无比的困难 此刻 站稳后 他没有回头 去看那四位道主 而是咬牙 一小步 一小步的 向前挪移 渐渐的越走越远 直至消失在了 那四位道主的墓中 四周再次陷入平静 这四位道主 一个个沉默 心底感慨的同时 也有了复杂 那道他们跨越 不过去的节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孟昊走得更远 还剩下两盏 最后两盏 孟昊眼前有些模糊 他深吸口气 平静了片刻 再次前行 这一次的路程 他耗费的时间更多 两盏熄灭后 我就可以踏入道境 在踏入道境的瞬间 可以凝聚本源 借助凝聚之力 可以将第九进尝试开启 那个时候 也正是可以验证我的猜测的时候 孟昊深吸口气 他心底在多年前苍茫台上 九进成为九个印记后 就始终存在了一个猜测 他隐隐有种感觉 自己这分身 这一世似乎最多只能完成一个印记 无法九个印记都完成 从而凝聚第九进 因为这封天进 威力太大 也太过磅礴 或者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出现在苍茫星空的进法 孟昊深吸口气 默默前行 时间一晃 又是三年 只是这一次孟昊没有走到第五节所在的地方 他的步伐慢了很多 直至此刻 才可以正常行走 可每走一段时间 他就必须要休息才可 直至第五年时 孟昊才可以坐到小范围的奔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终于看到了第五节的界线所在 因为在那里 他再次看到了修士 有两个人 盘膝坐在前方 彼此有些距离 可以看出 都是在一条地线上 这二人的修为赫然都是寺院 甚至其中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已然达到了寺院的巅峰 距离五元似乎只日可待 孟昊的到来一样引起了这二人的注意 其中一位在看到孟昊后 双眼内闪过惊喜 目光不闪 终于等到了一个 古镜 居然是古镜 能走过第四节 非同凡响啊 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 他清楚地知晓 能走到这里的古镜 在宗门内的地位 必须极其不凡 甚至很有可能是至尊鸟 这就让他不由地迟疑了一下 这么一迟疑 孟昊忽然从行走 变成了奔跑 向着界限这里迅速靠近 可很快的 那位迟疑的中年男子 与另一位四元道主对望后 他看到了对方目中的果断 立刻咬牙 不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冷眼看向孟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孟昊来到了临界点 距离第五节所在 只有一步 那目光不善的中年男子 没有着急 他不相信孟昊这里 有胆量直接走出 除非是本身实力强悍 否则的话 任何人来到这里 都需要休养一番 衡量之后才会选择 小贝 老夫准备与你进行一场交易 中年男子阴冷一笑 看向孟昊 缓缓开口 你放心 与我二人交易 对你没有危害 反而有天大的好处 另一位四元道主 也慢慢地传出声音 他一样不在意孟昊 此刻所在的位置 因为他的判断 与其同伴一样 没有几个人 可以在到了这里后 不假思索地 就走出那一步的 可就在这二人话语 说完的刹那 孟昊根本看都不看 毫不理会这二人 他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直接向前走出一步 停下 你要找死不成 这一幕让那两位道主大吃一惊 立刻起身 气急败坏 吼声传出时 孟昊这里身体猛的一阵 这里的威压不是百倍 而是直接达到了一百五十倍 轰鸣间梦昊的身体 瞬间崩溃 这一次头颅也都无法完整了 刹那就成为了一片血雾 看到的那两位道主都面色阴沉 他们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一个 可却没想到居然是个白痴 这小子脑袋有病 这么直冲冲的过去 死有余过 他死就死了 可却连累我们 失去了机会 该死 这两个寺原道主 咬牙低吼时 忽然他们愣了一下 他们发现孟昊这里的血雾 与他们记忆里 其他人死亡时不一样 这血雾居然没有消散 而是笼罩在一起 隐隐的他们看到了 在那虚无内 似乎有一个人形的轮廓 仔细一看 组成这轮廓的赫然是 一盏盏浑灯 一共一百零八盏 如今除了两盏还在点燃外 其他全部熄灭 这是 外面的两位道主 都挣了一下 就在这时 突然的 那两盏点燃的浑灯 突然有一盏 直接熄灭 随着熄灭 四周的血雾 仿佛具备了某种 灵动与生机 在那一百五十倍的 威压下 开始了翻滚 收缩 与凝聚 似乎有一股力量 正在全力的收容 使得这些血雾 在凝聚下 仿佛要重新塑造出 一具身去 但很快的 因那威压太大 熄灭一盏 浑灯的力量 仿佛无法做到这一点 就在这时 突然的 那最后一盏点燃的浑灯 在这一刻 剧烈的摇晃 在那两位四元道主的 不可思议中 这最后一盏浑灯 瞬间熄灭 在他熄灭的刹那 整个天地 似乎寂静了一下 紧接着一股惊天动地 让那两位四元道主 面色大变 身体登登登 不断后退的气势 从那血雾中 逃天而起 在这第五节外的 那两位四元巅峰 神色大变的同时 从第五节内的血雾中 爆发出的气势 更为强烈 轰鸣苍穹大地 扩散四周八方 似乎有无形的冲击 滔天而起 与此同时 那片血雾急速的收缩后 形成的轮廓 越发的清晰 清晰的不是面孔 而是这具身躯 那里清清楚楚 有一百零八盏浑灯 仔细一看 这一百零八盏浑灯 如同是一百零八尊 仙神 盘系大作 组成的轮廓 在这一刻 充满了无穷的仙意 仿佛 那真正的仙 降临世间 四周威亚 被这股仙意 直接轰击 居然被强行的顶开 使得四周的虚无 传出咔咔之声 甚至可以看到一道道 细微的裂缝 仿佛虚无 要碎裂开来 这一幕 让那两个四元道径 骇然 齐齐后退 他们觉得无法置信 因为仅仅是这气息 就让他们心神不宁了 修为如被压制 甚至感受近乎窒息 可紧接着 让他们更为骇然的 甚至恐怖的气息 漠然间从梦浩的体内 再次爆发出来 这一次 不是一百零八盏魂灯 而是在他的体内 渐渐出现了九个印记 这九个印记 辉煌如太阳 彼此环绕时 散发出阵阵 让这天地颤抖的威压 这威压一出 惊天动地 那两个四元道径 体内轰鸣 二人只是略微感受 就立刻喷出鲜血 身体如被一股大力 狠狠撞击 轰鸣间 发出凄厉之声的刹那间 竟在倒卷时 肉身崩溃 神魂模糊地逃出 在这尖叫中 退后数千丈外 颤抖时 露出前所未有的 恐惧之意 这是 这是什么印记 只是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 居然就让我们 几乎形神俱灭 二人颤抖 恨不能立刻离开这里 而这四周的威压 让他们有种感觉 似乎被锁定 只要再次后退 立刻就会被 无形的威压灭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随着孟浩体内 那九个印记的闪耀 突然的四周的 一百零八盏魂灯 出现了一条丝线 这丝线散出璀璨之芒 似乎是所有的 鲜意凝聚 成为了仙思 顺着一盏盏魂灯蔓延 到了最后 将这一百零八盏魂灯 连接到了一起 成为了一个 完整的循环后 组成了一条仙根 灵动如仙 其身如根 这就是仙根 此人绝不是古境 这气息 这气息的恐怖 堪比至尊 那是 那是仙根 那两位四元道径 此刻颤抖更为强烈 神魂越发模糊 仙根 在苍茫派中属于传说之物 据说每一个修饰体内 实际上都有仙思存在 当修为到了极致 血脉浓郁到了极致后 这些仙思凝聚在一起 会成为仙根 也唯有具备了仙根 才可以算得上是仙 而这一刻 孟浩的身体 在所有魂灯熄灭的刹那 在踏入道径的瞬间 出现了仙根 在这仙根出现的一刻 它的身体 形成了奇异的一幕 108盏魂灯成为仙根 如同化作了一棵大树 分出了九条分支 与孟浩体内那九个印记 缠绕 连接在了一起 仿佛成为了这棵树的仙果 这九条分支 此刻连接第一条印记的那一条 散发五彩缤纷之芒 时而有色彩 在其内闪烁而过 仿佛有一道道 多姿多彩的电弧 瞬间游走 至于其他八条 都暗淡的 仿佛没有升级 没有被开启一样 此刻随着仙根中 第一条分支的闪耀 与其连接的九个印记中的 第一个印记 竟逐渐的明亮起来 到了最后 彻底的闪耀强烈的光芒 垂探至极